他在一个任务中,不只是世界上最好的,但最好的。 正在配置完成这个节目,影子与回旋随相取,一个那么美丽,几乎可以和蓄意一样,成为与生结弦最美短节目的曲目。 一个与生结弦带到过北京冬奥会,留下了美丽与遗憾的节目。 而现在,与生结弦在开启花花人生第二幕的职业首秀上,又一次选择了他。 曾经的遗憾即将成为新的起点,与生结弦的故事总是有始有终。 即使8月27号的亮相,也不过是影子与回旋随相取这个节目的第三次亮相而已。 2021年12月24号,平安夜全日锦标赛,心悦交辉的影玄第一次亮相,丰沛华丽,灵力优雅。 花样滑冰之美,在与生结弦的影子与回旋这个节目中,可以说是尽数体现。 音符仿佛从他的脚下自然流淌,在冰面上谱写出一曲绚丽的舞曲。 因为天赋过人而倍感孤独的音乐才子盛桑,当时为另一位出路头角的小提琴演奏家, 萨拉萨蒂所写的这首《影子与回旋随相取》,经过钢琴家《青种姓也》的重新编排与钢琴演绎, 热烈与拙劣之外,又多了几分宁静与忧伤。 一如与生结弦想要表达的花花情绪,参加2021年全日锦标赛之前的与生结弦, 经历了两个月的伤病期,因疫情而格外漫长的八个月休赛期, 没有参加任何比赛,空降全日。 可是一回归,他就带来了完美的《影子与回旋随相取》, 再亮相时就是两个月后的北京冬奥, 让那个所有人至今一难平的冰上黑洞, 让多少人至今都不忍再回看一遍当时的比赛视频。 但其实,抛开那个因冰冻不幸挑空的4S, 你可以从这套节目中看到更多的进步, 哪怕那只是他的第二次出现, 比如这个4T3T连跳, 从全日时的普通版进化成了3T举手版, 还比如这个进入的极其突然, 划出则直接接了拧转接蹲转的后版3A, 仔细看他落冰时的手, 为了配合音乐改成了单手打开的姿态, 要知道别人的3A落冰还要勉励维持平衡, 而他已经可以随意单手打开, 就为了节目好看。 不仅如此, 更有技术粉注意到, 出现在北京冬奥会上的《影子与回旋随相取》, 整套节目压布从6个压缩到了5个, 如此种种, 尽管只是一个两分半的短节目, 但看得出, 与生结弦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精品的, 这才如此精致地雕琢着每一个音符对应的每一个动作。 正如当时的解说所评价的, 这套影子与回旋随相取, 满满都是衔接, 满满都是转体, 然后以更多的步伐进入3A, 令人难以振兴的步伐和控制, 联合旋转, 引人注目的编舞, 它的音乐性, 节目编排与感性, 仍是这项运动中最精彩的一部分。 话至于此, 你也许会说, 别说了, 越说不是越是一难平吗? 这么好的一套节目, 如果没有那个动, 短节目就会创纪录, 也许就不会有第二天的公开训练受伤, 也许自由滑的4A就能落冰更稳, 也许, 是的, 我知道, 虽说世事没有如果二字, 但谁不希望拼命努力的孩子能够得仓所报, 而不是抱汉离开, 那个动, 这个没有能够完美呈现的影弦, 就这样成了多少人的心结, 心魔, 就这样从2月一直折磨人, 到他转身向职业的7月, 始终难解, 可是最终解开心结的, 还是与生结弦自己, 正如无数次, 真正治愈冰迷们的, 是与生结弦的花样滑冰, 这一次拉着大家一起往前跑, 一起离开那个冰面黑洞的, 还是与生结弦自己, 就好像他还在北京读奥时最后做的, 在嘎拉表演滑前的短暂几个训练日, 拖着脚伤执拗的微笑着, 在手体的复冰场上, 带着又骄傲又任性的神色, 一个个的划过自己曾经划过的节目, 一个个的补足自己花花人生中留下的遗憾, 我不知道与生结弦自己是否在那一刻, 就已经做好了关于未来的决定, 或者说一些想法已经在那一刻萌芽, 后续种种总是有迹可循, 关于人生的遗憾, 是让他就此成为永远的遗憾吗? 还是用更勇敢的方式去直面, 让遗憾能够以另一种方式达成圆满呢? 我想与生结弦选择了后一种, 深夜仙台的无人兵场上, 盛丧的音乐响起, 热烈又忧伤, 宁静却炙热, 那是音乐家对音乐的热爱, 也是与生结弦对花花的热爱, 这份爱带着他, 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奔赴山海, 共享美好。 与生结弦告诉我们, 故事的始终也许并不在当下的时刻, 而会在未来的某个瞬间悄然生长, 默默绽放。